。 。 各位同學好 歡迎來到數位順效處理器 麥寬調變這個單元 在這個單元的最後一個part裡面 我們要介紹如何來實作麥寬條變 那我們來實作 我們首先一樣進入 CCS 那這邊其實我們要實作 麥寬條片的時候我們可以利用它 裡面的範例程式 好例如說我們可以進去它之前我們安裝過的 CtrlSuit裡面 它裡面提供的範例程式 然後這邊從 圖片中可以看到說我們 到這個地方可以選擇EPWM 這樣的範例程式 然後我們選到這範例程式之後我們就可以把它點開載入它的 我們的 Project 就可以來執行 然後 當我們載入之後它會包含了一些檔案 同時它當然會包含它的主程式 就是這個程式 那這個程式基本上 我們在這個part裡面我們會自己 改寫一個比較簡單的程式 所以我們就直接把這個它的主程式 我們先把它排除在外 好所以歌同學可以選擇我們這邊 It's tool 放bill 就把它排除在外 好這之前有講過 好那接下來我們會 來創建自己的一個 主程式 好所以各位在 你的workspace 這一個 project下面的目錄 我們 自己create 一個 主程式檔 man.c 那這man.c 一開始空白的 但是我想接下來幾張同影片 會分 陸續介紹 man.c裡面的東西 同學可以參考 這邊的man.c 好 key in到你們自己 的程式裡面 好來執行我們的專案 好在man.c裡面我們一開始必須做一個宣告 然後這個是 做一個include的動作 是為了包含我們 整個project所會用到的一些硬體的設定檔 好這些標頭檔 接下來我們會 宣告一個我們的初始化 EP.man的設定 那這是個function 等一下我們會介紹 只是我們這邊做一個 宣告而已 接下來 我們來看我們這個 P.WM 它的 中段 副程式 然後 這個EP.WM1 ISR的中段副程式 當我們進入 P.WM 的中段副程式裡面 我們會做什麼事情呢 首先我們一開始進來的時候 我們就會清除 事件發生戰程器 避免說我們 繼續會產生EP.WM的中段脈搏訊號 好 然後接下來 我們會做的動作 是我們會清除 INT3 這個 X的動作 好 那我們在之前 有提到了 好 為什麼要清除它 主要清除它之後 其他的 周邊 才能使用 CPUINT3 這樣的中段 好 那再回到主程式來看 我們這邊設定一個我們 P.WM裡面 技術器的 周期的數值 我們設成2000 然後我們這邊設定我們 P.WM裡面比較器的數值 主要是為了讓 Counter值跟這個比較器的數值比較 產生世界 透過世界我們來設定 在這事件發生的時候 他的P.WM應該是 屬於 射程Hide 或是 ClearLow 還是Toggle 或是不動作 這樣的 好 信號 然後我們在這個實驗中我們是用到 CtrlStick 然後我們看到CtrlStick它右邊有一個 Header 它就是它的輸出的PIN角 這PIN角 我想可以 透過這個表來看到說他每一個 角的編號是代表怎麼樣的硬體的功能 所以我們看到在這個實驗中 我們會用到 EeP.WM-EA 跟EeP.WM-EB 這兩隻角來產生 我們的P.WM訊號 好 那我們接下來看我們剛才談的 我們如何來初實化我們的 EeP.WM-E 這樣的 漢波訊號呢 首先我們來看到 我們一開始 我們必須把 GPIO這邊做個設定 因為我們知道在 TI的這個 DSP或是微控器裡面 它的角位數量 可能 沒辦法支援所有裡面的功能 所以他必須 很多功能的角位 分享一個 IO角位 所以他就必須在外面做很多的 MAX 做這樣的選擇 所以各位在 用任何方形之前 必須 先設定好 他的角位 到底是用在哪一種模式 是設定成 EeP.WM還是其他的功能輸出 好 所以這邊先設定 我們的 GPIO0 把它設成 EeP.WM-EA GPIO1 設成 EeP.WM-EB 接下來 我們來 設定我們的 EeP.WM的 暫存器 我們這邊 我們用到 EeP.WM-EE的時候 我們設定 是 這個技術器 是上屬 然後接下來 我們會設定他的周期 這周期我們剛才在一開始宣告 我們就已經定義過 是2000 那這邊我們是 把相位儲能 因為我們這邊其實只有 簡單的 一組訊號 所以我們也沒有做相位的控制 接下來我們這邊設定成 因為這邊相位戰成器 我們就設成0 因為其實我們也不做相位的同步 好我們這時候把我們的 技術器的值歸0 那這時候我們 去設定我們的 TBCLK 就是我們時間技術器的 時脈 那這邊 設定 這個值 分別是 2 所以2x2雷是 透過我們之前介紹 TBCLK他的公司是 System Clock Out 除上 這兩個值的相乘 好所以我們就可以計算出 我們 載波 技術器的時脈是多少 接下來我們會請 啟動影子的 比較器 好我們知道他比較器有一個 有效比較器 跟影子比較器 所以我們啟動他 這時候我們 我們設定我們什麼時候會 載入比較器 更新載比較器的值 當我們CTR 數成0的時候 我們就會更新 我們的比較器的值 好 那我們設定完這時候 我們剛才看過我們之前有設定過 我們比較器 就為了跟Counter來比 我們這個比較器的值 設定過成1000 好 所以我們當 這個事件發生之後 所以Counter跟比較器 CMPA 一樣的時候發生事件 那這事件的時候我們產生什麼樣動作呢 就是我們 這邊設定 CTR給Z的時候 我們PW訊號 設定成1 當我們這個CTR 給CMPA的時候 我們會設定成0 好 當CTR給0的時候 我們同時會產生 PW中斷 然後 這時候我們要智能 EPW中斷 好這時候我們設定了3 代表說我們在 這個事件 發生 的時候 三次發生我們才產生一次 EPW中斷 我們剛才有提到 好那我們剛才 這樣的設定之後我們就可以產生出 利用非對稱的載坡 好來產生出我們要的 PW訊號 好所以這個坡型就是我們剛才設定的結果 好所以我們算出來的Duty cycle 應該很簡單就是50% 好所以他當時他的事件分別是 Z上或是PX或是CA下 好我們就可以看到 那這坡型就是我們剛才 暫存器設定所造成的結果 好所以EPW 基本上中斷的程序設定我們首先要怎麼樣我們要先 儲能 我們的intm 好就是先儲能 痊癒的儲能 然後再 儲能我們的EPW的中斷 接下來記得我們要先清除我們 TBCLK 同步訊號先把它清除 那設定完 他相關的周邊贊成器之後 我們再把 TBCLK Sync 這設成1 好 設定完之後所有 EPW模組的 時脈 就會同步於 TBCLK 的第一個上升源 好因為我們知道 硬體裡面有很多 EPW模組 好所以我們通常是先把這個 TBCLK Sync 射程庭之後 再來設定我們相關的一些 占程器 接下來我們再把它射程1 使得每個模組之間 好 EPW的模組間 他的時脈會同步於 TBCLK的第一個上升源 好那我們來看一下 MAN裡面 接下來我們一開始就是要設定 我們系統初始化 接下來我們會 去 將我們的 EPW的中斷向量 好 向量表指向我們的中斷負程式 好然後我們這時候就要執行我們的 EPW的初始化 好那這邊看到有一些指令啦 就是 這個 Allow Allow就是說 他有一些 暫存器 必須下個指令之後 因為他有一些暫存器保護 所以必須下個指令之後 你才能去做 寫錄的動作 好當寫完之後你必須 這個 ADIS 再把他進入保護的狀態 這是我們看到的說 我們最後我們要智能 我們的EPW1的中斷 好那為什麼是這個 730 我們看到之前 討論過的表 他屬於PIE 第3個group 第一個中斷 好 那接下來我們就智能 我們剛才看到的 PIE裡面第3個group 第一個中斷 接下來我們再把 INTMM 清除 好這個Mask 清除 就可以讓中斷 送到CPU去 所以我們主程式就是一直 沒事做在那邊等待 等待中斷 好那如果我們程式開始 我們記得在執行程式的時候 我們要去 按下這個 Silicom Real-time Mode 然後這邊發生 這個視窗我們就按yes 就可以了 然後我們在 變速觀測的時候 我們記得要選擇 好 變速要連續更新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說 我們GPIO0 好這個PWM訊號 PWM EA的訊號 就會這邊值就會變化 他這邊我們從 這個變速觀測 看到他可以變化 但是 事實上這個 軟體當然不是 很即時的 好 他更新時間 最多是半秒 其實他不可能那麼快 所以基本上你要用示波器去量 才知道說我們到底設定的波形 是否是我們要的 好所以你必須用示波器來量測 我們的 PWM 的訊號 好所以怎麼量呢 就是把你的GPIO 跟你的Ground 好 用示波器 勾棒去勾 就可以量到像這樣的 PWM訊號 好 所以各位同學 如果有示波器的話 就可以這樣來操作 各位同學 在這個UNIT裡面 我們介紹了 麥寬條變 然後麥寬條變 是在 TI MCU 或是 DSP裡面 的一個 很常用的功能 因為他已經把 麥寬條變 這樣的硬體的模組 整合到 TI的 微控器裡面 所以我們透過 軟體的設定 我們就可以很輕鬆的 產生出我們要的 麥寬條變 訊號 來控制 像馬達 或是 電源轉換器 的一些硬體 所以在使用上 他就變得 非常方便 只要一個 簡單的 小小的硬體 就可以來控制 一個 馬達 這樣的東西 所以在 透過軟體的方式 我相信 各位同學 可以輕鬆的 設定你所想 產生的 麥寬條變 波形 小的 是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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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